一根 第二根也可以轻轻松松拿出来 第三根 最后一根也可以出来啦 爱心跟剑就割就割位啦 魔心锁大PK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两把锁叫什么名字 但据说它们的难度很高 我手上的这一把锁是两朵花叠在一起 所以我叫它叠花锁 我手上这把锁有四把剑 射中了一个爱心 所以我叫它日剑川心锁 你需要把这一个铁环解出来 才算解锁成功 这朵花是可以自己转弄的 而且上面还有很多小洞洞 那么我分析它的解锁方法应该是 把铁环穿过这些小洞洞 然后到达某一个点 就可以把铁环取出来啦 第一步把铁环从这个洞口转下去 我们同时需要把花瓣推过来 控制一些控室图 这样就转过来啦 继续往下走 我又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这朵花的五个小洞洞 只有这个洞的出口最大 所以我估计铁环肯定是从这个地方 才能够完全出来 所以我们要继续把铁环转过去 当你觉得卡住的时候了 可以稍微移动一下花瓣 这样就能顺利过来了 哇好像快要到达终点了 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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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顺利越来越近了 我们走最后一圈就可以了 对呀 虽然有缺口 但是铁环也划不出来 难道我的思路是错的吗 到底哪里出错了 那我给你展示展示什么叫做解锁的技术 要先把这个小爱心从箭上拔出来 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从箭尾出 还是从箭头出 箭头跟箭尾的宽度都是一样的 都是1.7厘米 反正我们不能按照宽度来判断 箭尾是弧形的 所以从空间的角度来说 它更容易出来 现在才第一个 会 啊 它被其他三个箭给挡住了 划不下来 可是是从爱心尾出呢 会 一样卡得死死的 我又有灵感了 把这三把箭提上来 这个时候就有空间让钥匙出来了 啊 卡住 出来 努一下呢 同样还是出不来 不然这四把箭能穿进爱心 它肯定就能拔出来呀 所以你拔在哪呢 诶 我好像发现点什么 拔在啥 这两朵花是分正反两面的 所以我刚才解的那一面 是反的 反过来 这才是正面 最大的凹槽出口在这里 我们继续把铁环走过去 终于转到这个最大的凹槽了 咦 但是也出不来啊 根本扭不动 我们把一颗箭放到爱心的底部 再拿两颗箭 分别放进爱心两边的凹槽 接下来第四根箭 你就可以从爱心的凹槽处 拿出来啦 一根 第二根也可以轻轻松松拿出来 第三根 最后一根也可以出来啦 爱心跟箭就搁就搁位了 我都解出来了 你还没解出来呀 这一款膜金锁明显比你难很多啊 它应该是我解过的手中 难度排名1300 你们觉得呢 大家可以离开 用来实际上 我们去的様子